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各位今天的一個行情出現上漲的一個走勢 把昨天的跌幅收斂 而且呢把它漲回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一個走勢 各位同學們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行情收盤上漲了101點 收盤上漲了101點 低點在10558高點在10657 10558跟10657 那這個高低點我們去相減之下呢 高點減掉低點高低差為99點 高低差為99點 那也就是說在這個99點的一個空間之下 其實今天幾乎是一個開小高 然後呢慢慢的往上漲的一個行情 慢慢往上漲的行情 所以原則上今天的盤呢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今天盤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要給投票來做一個索取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旁邊的一個測標寫得很清楚 因為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是中秋節了 那中秋節什麼時候可能投票 你會想 對齁好像快到了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個禮拜各位 今天是9月4號 今天是9月4號 那中秋節的時間呢會在這裡 就是9月13號的一個時間 中秋節的時間會在9月13號的時間 也就是說其實今天如果不算齁 剩下禮拜四 禮拜五 然後六日嘛 再來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再來就是連續這個三天的一個 中秋節的一個連假 中秋節的一個連假 所以 原則上呢行情各位 從今天如果不算的話 剩下幾個交易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個交易日 六個交易日之後呢就進入到中秋節了 好 那 會有很多的投票朋友講啊 中秋節接下來這個行情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講變盤已經有點老掉了 已經有點老掉 我們跟各位講中秋的攻略啊 中秋節跟中秋後 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我們其實把這樣的資訊 把這樣的資料 把它統計出來 我跟各位來講 朋友來 資料我都做好了 我們都做好了 委員老師我去統計 過去31年以來的資料 而且我們針對9月份跟10月份 為什麼 因為中秋節都是落在每年的 9月份跟10月份對不對 都是落在每年的9月份跟10月份 好所以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每年的9月份 跟10月份的一個資料 我們統計了 31年 31年的資料我們把它找出來 漲跌次數 分別有幾次 上漲機率跟平均的 漲跌幅跟下跌的機率我們把它 寫在裡面然後呢結論 還有告訴各位中秋節前上漲的機率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叫少 下跌什麼什麼 什麼多一點 我們把它稍微蓋住 把它稍微蓋住 所以今天這個資料 就是要開放給各位來索取 你今天來電 免費來索取 這樣的一個資料 為什麼 今天行情上漲 那你不能夠掉以輕心 接下來的盤 我跟各位來講 各位 還有幾天 123 456 還有6個交易日 而且中間隔了一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最近啊 只要經過禮拜六跟禮拜天 都會有一個很大行情的一個變化 為什麼 因為川普會發推特 他會發文 所以會讓行情產生很大的震盪 會讓行情產生 很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各位 這些東西你就要去注意它 這些東西你就要去了解它 好所以各位你看 這個資料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 的節目的活動叫做這個 中秋攻略的資料索取 中秋節前你偏 什麼地方做比較有機會 中秋節後 你又偏什麼地方做比較有機會 我跟各位講沒有兩個都一樣喔 也不見得喔 都偏多嗎 還是都偏空嗎 還是一個偏多一個偏空 各位偏空我們都寫好了 你也不用去猜了 所以關鍵的價格在哪裡 關鍵的價格在哪裡 兩個位置 我寫兩個一個關鍵架 都寫在上面 那這份資料在哪裡 我都寫在這裡 那個關鍵架在這邊啦 我先把它蓋住 就先賣個關子吧 我就先把它蓋住了 就先把它蓋住了 重點在哪裡 這些資料 其實你 每年 幾乎你都用得到 可是呢 經過一年你又忘了對不對 那我們今年呢 各位統計 這31年以來的資料 要跟各位來講 因為我怕你忘記 我今天跟你講中休節 你會覺得好像還很早 可是其實也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 時間 各位也沒有剩多少天 距離中休節時間 也沒有剩很多天啊 所以 原則上 接下來這樣的一個 盤面的 架構 你就先做一個掌握 你心裡先有底 心裡先有樸 你操作起來 你就會比較清楚 好不好 所以 各位投票 這個是我們要跟各位講的 第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這也是我們今天節目 要跟各位講的重點 我們這個中休攻略的資料 做索取 你來電 來做一個索取 來電來做一個索取的動作 好 那我們回到今天的盤面 投票 今天的盤面 上漲101點 好那我們看一下軟體的畫面 投票 今天行情的部分 今天是行情小開高往上漲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說 昨天的美股 原則上 盤中跌得快400點 然後台股今天完全沒有跌 還漲100點 所以 有沒有 刻意的控盤在裡面 有 其實 已經看得出滿明顯了吧 昨天 美股跌400點 台股還不會跌喔 還不會跌喔 那你看今天還可以小漲 開盤還小漲 那慢慢的什麼一路漲上去 一路漲上去 所以 漲到這個地方 漲到這個地方 一樣 我們運用指標來做操作 運用指標來做操作 昨天的尾盤在這邊 我們一個一個帶 來我們請這個攝影師把他拉近 昨天的尾巴 各位你要記得嗎 昨天尾巴是不是跌下來對不對 咚咚咚跌下來對不對 好 到了這個地方是 1點 45分的收盤 收盤過後到了今天早上開盤 8點45分開盤 今天開盤在這邊 往上跳對不對 開盤往上跳 好各位 他就慢慢往上走 慢慢往上走 有沒有 中間經過一個橫向的整理 經過一個橫向整理然後最後尾盤再慢慢漲上去 稍微拉下來 做一個收尾 做一個收尾 所以 今天的行情 原則上是 走一個所謂的上漲的一個盤面 好 那一樣 回歸到行情的一個部分 各位 還記得嗎 我跟各位講 你的操作要注意什麼 有沒有兩線合一對不對 紫色壓力線跟白色力道線 只要連結在一起 它是一個多方走勢 所以 原則上這一段 從這裡喔 大概10588一直到這一段 這是一個第一段多方走勢 第二段多方走勢在這邊 各位有兩段 一段在這裡 一段在這邊 這邊是一個什麼 橫向整理空間不是很大嘛 中間這一段是橫向整理 所以一段在這邊 一段在這裡 所以投票來一樣 回到我們 跟各位所做 介紹的一個部分 其實投票你只要多看幾遍 你就會有所了解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我們的一個收尾指標 以三條線組成 紫色線多頭關卡 就是 盤中即時精算出來的 價格壓力 這個叫做壓力 白色叫做力道線 經由 大數據的量能 各位投票現在都是AI的時代 大數據的量能 所統計出來的資料 另外一個 橘色的空頭關卡 這個叫做支撐架 盤中所即時精算出來的價格支撐 支撐 那怎麼去做運用 怎麼做研判 當紫色 與白色線 紫色線與白色線 兩線合一 代表什麼 價 量 配合 此時為一個 多方走勢 各位投票我們舉例 像這樣有沒有 兩線合一 叫做價 量 配合 所以 紫色這條線跟白色力道線 當它連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比較偏 多方的走勢 可是如果當 這兩個地方 兩線分岔的時候 各位投票 來你看喔 紫色線跟白色線 兩線分岔的時候 代表什麼 價 量 不配合 此時為反轉走勢 所以從這邊 開始壓回 好那套用到今天的一個行情 各位投票你看一下 今天找盤這個地方 來我們請攝影師把他拉近 9點鐘 這根小紅K棒拉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什麼 白色力道線 跟紫色的 壓力線 它形成了一個地方叫做 兩線 合一 對不對它是不是兩線合一 白色力道線跟紫色的壓力線 它合在一起 好所以 當這兩個地方合在一起 那我們剛剛有講嗎 各位投票 當它合在一起 它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價 量 配合 價量配合 那此時為多方走勢 好各位你看 是不是像這樣 那你再搭配這個訊號 我們還有指標的訊號 可以指引各位 從這裡 10588 這邊是不是出現訊號 好 那你看 這兩個東西 價量配合 還出現訊號 我們再稍微拉遠 各位你看到下方這個附圖 我們這個叫做分析儀 這個附圖其實非常的好用 很簡單 紅色的 就是多方的彩帶 它是比較偏多的 藍色的 空方的彩帶 你看到藍色往下的彩帶 就是一個比較 偏空的一個 指標的一個走勢 所以 研判的方法也很簡單 你看到紅色的一個 彩帶就偏多 藍色 高點 由上而下的 這個就是一個偏空的走勢 所以當你兩邊搭配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什麼 出現兩線合一 出現買進訊號 然後這邊呢 這個地方 分析是站在多方 所以 後面才往上漲 後面才往上漲 好我們一樣緊 順勢拉近 所以你看從這邊 這邊是不是一直都是兩線合一 對不對 你注意看喔 這邊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喔 到了這邊 不太一樣對不對 到了這邊 它出現什麼 兩線 分岔 紫色線跟白色力道線 分開 投票來 我們再看一遍 我們再複習一遍 紫色線跟白色力道線 兩線分岔的時候 代表什麼 價量不配合 此次會反轉走勢 但是 反轉走勢 會有兩種 一種是橫向整理 一種是往下壓回 兩種走勢 一種是橫向整理 一種是什麼 反向壓回 所以各位你看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案例 這個舉例它會反向壓回 那這是比較弱勢的 比較強勢就是橫向整理 像今天盤是幹嘛 比較強勢所以它是橫向整理 這一段它就橫向整理 整理到什麼時候呢各位 整理到當你出現看到這個 紅色星星的訊號 紅色星星的訊號10625 那各位來我們再請攝影師往這邊帶 這邊對不對10625來到這個地方 紅色的 這個星星出現 紫色線跟白色線它又連在一起 所以 它又產生了一次什麼 兩線 合一 它又出現一次兩線合一 所以這邊又慢慢往上漲 這邊呢又稍微壓回 所以從你 今天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走勢當中 你是不是就會很清楚 原來今天的行情 它會這樣子走 因為你如果看一般的K線投票 我跟各位講 你很難夠去做一個決斷 各位投票們你看 今天行情是慢慢往上漲對不對 它是慢慢往上漲 那這個時候呢你如果有這樣的指標 你就很清楚 原來這裡是 幹嘛 兩線 合一 這邊也是兩線合一 轉折點在這邊 那你會想啊 這邊到底會不會壓回 你注意看這個分析 有沒有 你這兩邊互相做搭配 當這邊出現 乖利訊號 這邊分析稍微轉空 這個地方你多端就先 先幹嘛 可以先出 不要留戀了 不要留戀了 等到它整理到這邊 又出現第二次的機會 那你要再做進場 再做一個進場 好 這邊拉上去尾巴你也可以做個調節 你也可以做個調節 所以 原則上這個就是行情走勢的一個操作 行情走勢的操作 運用指標 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案例 投票都能夠相當的清楚 所以這個是 每天盤中你在看指標的時候 可以這樣子去做一個運用 所以呢各位那當然不是只有今天行情啊 各位今天行情上漲 今天行情上漲 昨天的行情下跌 各位這是9月3號星期二 這是昨天的行情 這是今天的行情對不對 好再看一遍 所以 我說啊 它如果出現兩線分岔 往下壓回 比較弱的話 它就會跌下去 如果比較強勢 它就會呈現橫向整理 那強勢與否的 判斷的關鍵在哪裡 好我順便這邊也跟各位來講一下 它是會橫向整理還是會壓回 你知道從一個地方去做判斷來你看一下 這邊有條紫色是我們的多空線 這邊有條紫色的 這條叫多空線 原則上只要這個多空線沒有跌破之前 它就是一個比較強勢的 所以呢它就會比較偏向什麼 橫向的整理 但是呢如果它跌破多空線 它就走比較弱勢的格局 就像昨天各位投資朋友你看這邊 有沒有 當它這邊兩線 分岔向下 轉折出現的時候 它有沒有跌破多空線 這邊是不是跌破多空線 當它跌破多空線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開始走比較弱勢 是不是走比較弱勢 對齁你再看一遍 它走比較弱勢的格局 橫向整理 它就往下跌 今天行情是橫向整理往上漲 昨天行情是橫向整理往下跌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在於說它有沒有過多空線 今天也有過 昨天沒有過 有沒有所以你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去判斷出來說 這個行情到底是強勢還是弱勢 強中透落還是弱中透強 投票這樣子你就可以 很清楚的去 看到這樣行情的一個走勢 所以呢 講到這邊 還是跟投票朋友來講一下 你看喔 昨天的行情是這樣 今天行情又是這樣 所以 變化很快 為什麼 因為快接近 這個 中秋 節慶的時間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們這份資料 已經準備給各位 歡迎各位來電 免費索取 這31年以來的資料 已經幫各位統計出來 各位 你想說中透寫很久 其實沒有很久 下個禮拜就是 已經沒有很久了 所以你要去注意 來 所以我們這個 中秋的 攻略 資料做一個索取 資料做一個索取 歡迎各位 來電 各位來電 免費來做一個 資料 索取的動作 讓你在 中秋節前後 都能夠 操作 有所依據 好不好 各位記得投票 打電話 來做索取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時間不重來 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0 2 2506 6808 0 2 2506 6808 0 2 2506 6808 波動劇烈 我能工能熟 掌握股市最佳出手點 虛勢精英 實現 來富夢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阿瑟 聽說你又買房子了 股票我就賺一點點而已 不會 買一樣是股票 都你在賺 這個股票 要怎麼買才對啊 我跟你說啦 我們要說開線啦 不用這樣麻煩啦 我有一頓專業的人在幫我看 剛才買到早上時 一通電話 這個妹妹 就把我把電腦都賺到的啦 你說什麼妹妹啊 一切都賺錢就對了啦 好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還是跟各位講喔 這份資料 記得來做索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寫得很完整了 台股9月份到10月份 這31年來喔 的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已經把它做在裡面了 那為什麼要抓9月份跟10月份 因為 中休節 每年就是在9月份不然就10月份嘛 那 與其這樣我們兩個數字都抓 兩個月份我們都抓 那裡面的 結論 我們都寫在裡面 裡面的結論我們都已經寫好了 我們都已經寫好了 好不好 那你要記得喔 中休節是9月13號 其實蠻快的喔 好不好 所以這個資料呢 提供給各位來做一個索取 提供給各位來做一個索取 好 那接下來投票 各位 昨天的美股跌了400點 今天你可以看到小豆瓊在反彈 可是投票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要注意看喔 小豆瓊今天反彈對不對 但是呢 有一個關鍵在哪裡 他翻 紅色了沒 所以其實你去看喔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老實說 這個川普 言論反反覆覆 一下多一下空 各位 都給他做就好了 對不對 他說漲就漲 他說跌就跌喔 所以 你要如何有一套客觀的方法去做 各位投票你看 從8月份 7月底到現階段 已經到9月份了 原則上美股他就是不斷的幹嘛 不斷的橫向整理對不對 他就是不斷的橫向整理 他有一個明確的趨勢嗎 其實沒有 他有這樣大漲嗎 也沒有 他有這樣擊殺嗎 也沒有 可是呢 方向 我們還是得抓 方向是什麼 現在他還是 藍色的K線 也就是說 目前這個地方 他還是一個 空方控盤的走勢 縱使今天 各位投票 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的 小小雄是在漲 昨天 大跌嘛 今天漲回來 今天漲回來 可是呢 我們要以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 去看 他有沒有變化 各位他還是沒有變化 而且目前 各位注意看 這邊有個線對不對 現在這個K棒 小道雄這個K棒 他已經在這一條 我們的轉折預測的下方 只要在這個轉折預測的下方 他就比較容易走向空方走勢 為什麼 各位前面 有沒有 像這一段 他就比較容易壓回 這裡 他就比較容易壓回 這裡 他就比較容易壓回 所以你看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是不是都在這個 這一個什麼 白色線的下面 都在這個白色線的下面 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 你就會注意到說什麼 整個行情的變化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所以 從這個橫向整理的一個過程當中 橫向整理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發現到現在美股還是一個比較偏向 短線的空盤 縱使各位 你看到今天的小小熊 還是在上漲 昨天下跌今天反彈 對不對 昨天下跌今天反彈 好 所以我跟各位來講 我跟各位來講 來 我們再回到今天的盤面 我們再回到今天的盤面 今天行情上漲 各位 昨天行情是壓回 那你判斷的 準則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 你說軟體短線上面怎麼去判斷 從這個多空線 上你就可以去做判斷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跟各位講過 你只要看到它什麼 看到它現在多空線在紅色 這邊壓回 壓回沒有跌破之前 它就比較站在偏向多方的一個走勢 這裡呢昨天 為什麼這邊壓下來震盪整理 反彈到這邊震盪整理過後 它會比較偏向一個 空方的走勢 原則上就是如此 原則上就是如此 所以從這邊 短線上面的一個震盪 投票就可以去發現到什麼 我們再看一遍 你看喔 其實幾乎沒有老師會給各位看得這麼仔細 大部分都是什麼 一下就帶過 反正就是這邊買這邊賣 就大賺對不對 就這樣子 為什麼我要說這麼詳細 因為我要讓投票 看得很清楚 我們的軟體 絕對經濟行李的考驗 讓各位看得很清楚 來我們再看一遍 從這裡 各位我們再把經驗盤再複習一遍 今天行情開高 好我們請設計師拿進 今天行情開高 開高過後震盪震盪 第一個 它 重新的站回多空線之上 昨天是在 線的下方 今天重新站回 今天重新站回 站回之後經過一個震盪整理 經過一個震盪整理 那你可以發現到什麼 白色的 力道線跟 紫色的壓力線 已經連在一起 所以呢 它叫做兩線合一 就跟我們今天的測標 所寫是不是一樣 我們今天測標其實寫得很清楚 一個請各位 來搜尋中修的資料 另外一個呢 把我們操盤的 新法寫在上面 叫做兩線合一 價量配合 兩線分岔 價量不配合 所以投票你看這邊 當它兩線合一的時候 有沒有 搭配這個訊號 甚至搭配下方這個分析 你就看得很清楚 搭配下方這個分析 你就看得很清楚 好 所以航行慢慢的往上走 慢慢的往上走 走到這邊開始 出現 兩線分岔對不對 它進入到壓回 那你注意看嘛 壓回到底是 強勢整理 還是像昨天這樣子 弱勢整理 弱勢就跌下來了嘛 強勢整理它就會幹嘛 它會進行一個橫向的整理 這是比較強勢的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在於這個多空線的位置 它有沒有辦法守住 所以 今天的行情它跌下來過 進入到橫向的一個整理之後 再次出現了一個什麼 紅色 星星的訊號 再次出現一個紅色星星的訊號 所以這邊整理慢慢的往上漲 漲到最後尾巴 10653 10653 這邊尾巴出現這個訊號 然後呢開始慢慢的壓回 所以一樣 觀察的重點在於什麼 在於這個多空線有沒有跌破 你就這樣子去看就好了 所以 明天的行情你就一樣這樣去做觀察 你就這樣子去看 所以每天的盤面 你就執行這個SOP 每天都這樣子去做 今天的行情 訊號怎麼走 有沒有站在多空線之上 有沒有呈現兩線合一或兩線分叉 所以不論是漲的行情 還是下跌的行情 其實都一樣 你看這邊跌下來為什麼 這邊突然會急跌 因為橘色的支撐線 跟白色的利道線 它已經連結在一起 所以 當它連結在一起這邊就比較偏空 這邊連結在一起它就比較偏多 所以這個是行情的研判 你可以這樣子去做一個操作 好所以原則上投票 時間也不多了 我們今天的行情 跟各位來講 這份資料 我們時間有限 時間有限 提供各位來做一個索取 好不好 歡迎各位來電做下訊 謝謝各位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煙辮植 就只有3 繼續 雙